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,那今天我们来看电影《梦》里面的前两个梦。 这两个都是讲的孩童之梦,第一个梦,太阳雨,这是一个奇怪的下雨天,明明雨下得很大,却又同时出着太阳。 小男孩的妈妈一边收拾东西,一边叮嘱他,天气太奇怪了,不要到处跑,狐狸会趁着这种天气举行婚礼,因为他们不想被人看到,如果被看到,他们就会生气。 小男孩似乎被妈妈说动了,但他又很好奇,一番纠结后他还是跑了出来,当他走在一片树林里时,前方突然起了浓浓的白烟,小男孩赶紧躲了起来,随后只见从烟里走出来两列队伍,他们长着人形却又不似人脸,想必是母亲口中的结亲狐狸,狐狸队伍走几步便又停下来查探,看是不是有人在偷窥他们。 气氛阴沉而诡异,对我很快便接近了男孩躲的那棵树,男孩最终还是被发现了,他飞快地逃离了树林,回到家母亲却不让他进门,说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。 一只狐狸愤怒地来找过他,为他留下了一把刀,要以男孩以死谢罪,母亲叫他去求狐狸原谅他,狐狸是记仇的东西,除非取得他们的原谅,否则母亲绝不让他进门。 但男孩并不知道狐狸在哪里,母亲告诉他狐狸住在彩虹尽头,随后便决绝地关上了大门。 男孩试着推了推门,门却毫无反应。 瞅瞅了一会儿,他还是决定按照母亲说的做。 男孩来到一片花海,在那里他看到了彩虹。 男孩带着必死的准备走向了彩虹,第一个梦就这样结束了。 这个梦讲述了童年的叛逆与来自父母的警告,很多时候我们犯了错不敢告诉大人,就因为害怕来自他们的责备。 第二个梦,桃园。 三月三女儿节这天是桃花盛开的季节,所以女儿节又称为桃花节。 在这天,女孩们大都会去采摘桃花来庆贺,还会接到橱偶人作为礼物。 橱偶人在橱坛上要摆放一个月才能收起来,然后第二年再拿出来重新摆放。 男孩在给姐姐送水后发现少了一个人,姐姐却说原本就没有那么多人。 男孩却很确定还有一个人,因为他看到那个女孩就站在另一间房里。 可是当他让姐姐们看时,那个人又不见了。 男孩好奇地四处打探,在屋外再次看见那个女孩,女孩转身就走。 男孩急忙追了上去,一下子跑到了一片田园,这时突然冒出来一群白面的人。 他们服饰鲜艳,似乎还有等级之分,形态就和橱偶人一样。 最上面那层的人宣判男孩再也不能回家。 男孩不解地问为什么,上层的人回答他说,他的家人把所有的桃树都砍了, 被砍倒的树正在哭泣,男孩一听难过地哭了起来。 原来,男孩在家人砍桃树时试图劝阻过,但人偶却说,那是因为他喜欢桃子罢了。 男孩反驳说,桃子可以用钱买到,开满桃花的桃园却买不到。 人偶们一听也沉默下来,最上层的人又说男孩是个好孩子。 于是,他们为了满足男孩的心愿,开始手舞足蹈的祭祀,变换出一片开满桃花的园林。 男孩看到一大片桃林十分欣喜,这时,那个神秘的女孩出现在桃园里。 男孩正想爬上去找他,一转眼,桃林却全变成树桩。 原来一切不过是虚幻一场,第二个梦也结束了。 这个梦讲述的是关于人与自然的,只有保护自然我们才会拥有美丽。 好了,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再见。